接下来我们有请一号男嘉宾 感受欢迎 欢迎 一号男嘉宾 陈润23岁 泰州人在南京 影视后期制作 欢迎 大家好 我叫陈润 来自江苏泰州 今年23岁 你是影视制作 那你跟我们就算半个同行吗 是的 是吧 是的 所以来录节目站到台前 和你在幕后工作 心情有没有不一样 稍显有点激动 突然从幕后走到了这个台前 对 可能会有一点小激动 小点小激动啊 对 就是承认整体 给我的感觉就不像后期的 因为 还是像干人似的 就是管理口子的人啊 你熬夜熬了多吗 小哥哥 今天睡了三个小时 那你没有一些 我们做电视人的一些困扰吗 有啊 很多 我觉得你还好呀 发际线是什么 而且你给个特写 你推一下它 我介意吗 没有不介意 它这个发际线还剃掉了一些 本来应该更低是吧 是的 你是嫌自己发际线太低 有点低 我去过泰新 然后你们那边的那个黄桥烧饼 我特别喜欢吃 对 这是泰新的 我们泰新特成 今天烧饼又不在现场 你说说它承认好不好 成人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有烧饼好吃吗 这个没尝不知道 这个回答很妙 没有尝不知道 要细细品味一下它 好 接下来进入荔枝小Q 荔枝小Q 看所爱的未知数 荔枝小Q是江苏广电打造的一款调查互动平台 即日起原来不玩 也在荔枝小Q开通了官方调查渠道 电视机前的您可以微信扫码 或搜索荔枝小Q参与我们的问卷调查 更有机会迎娶好礼 你每天都会打开购物软件看后买吗 A会 B 不会 1号和2号每天都要买啊 不是是每天都会看 但是买的话是隔几天会买一次 不会经常买的 我刷一刷比较多 会经常看一些直播 然后有的时候会在直播中控制不住自己 然后就剁手 可以接受你女朋友每天网购吗 可我可以一起看 下一题 你会定期丢掉一部分 不常用的东西吗 A会 B 不会 断舍离 你也是属于不会丢掉的 所以前女友的那些信都还留着 没有 这属于其他 这属于其他 这些也没有 也都没有 那你也是不会丢的 会丢 B 是 这些的坑还会掉进去了 因为我经常搬家之前是 然后一个多月或者两个月就要搬家一次 以前 然后我就会 觉得搬家特别累 然后我就慢慢地就把一些东西舍弃掉 舍弃掉之后 我就觉得很舒服这种状态 就是我可以随便拿个行李箱就可以走了 就不用顾虑那么多了 来这边呢 这边是不丢的 不丢派 我个人是一个比较念旧的人 包括我小学的那些课本 还有日记都在 然后火车票 电影票 然后电影票的话 我会这样 就是和谁朋友啊或者是亲戚去看电影 我会把电影院名字还有那个人名字都写在背后 放在一个小盒子里面 现在有很多张了吧 这个还蛮有意义啊 对啊 对啊 真的很有趣 下一题 小Q 你能接受另一半未生意识不强吗 A接受 B不接受 你和A在一起吧 不是你和A 你和一号在一起吧 然后还有六号也选的A 六号也可以啊 所以你是 女孩稍微邋遢一点啊 什么的 你是可以接受的 我可以 因为我会收拾 你是每一天都 也不是 可能忙的时候没时间 如果闲下来的话会收拾 会收拾 所以你是接受对方不收拾 最主要原因是因为你觉得他不收拾 你可以帮他收拾 所以你不介意 对 它是这个角度 下一题 你更愿意接受一个你爱的人 和还是爱你的人 A 你爱的人 B 爱你的人 请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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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打分 被承认的第一印象分怎么样呢 哎呀 今天这两波是特别有默契 又是左边统一的四分 右边三位女生统一三分 真的 有些事情真的好神奇哦 那我们就问问这边四分的组合 我就先问问三号 你觉得她刚刚选择的前三位女生当中 排名第一的会是谁 五号吧 我觉得是五号 你看三号特别可爱 她现在左右左边的姐妹们 扫了一眼之后发现 你应该不会在这里 应该在对面 所以五号你觉得你排名一二三排第几 嗯 我觉得我应该第五吧 第五名 对 她没上没入坑啊 我本来想她想了想说 第二第三 我说哎你怎么就知道你在前三名里 她没有出坑 我就告诉你们吧 哎算了不说了 哈哈哈哈 那个经过了这一轮的打分 但这只是第一印象分 接下来我们还有短片 来继续详细了解一下 承认 请看 梦女都不让我歇会 十点了 赶紧上班去 今天的任务是什么呢 我们先去录影棚吧 摄像师要营业了 太清楚了 我现在先来三号 你不是一个人吗 身为一个摄影师 你要会哪些技能呢 您的好友 打光小达人一上线 您的好友 至今小达人一上线 您的好友 道具小达人一上线 今天说工还有点早 接下来的任务 就要去机房了 平宝是我最爱的男子天团 后期小达人明夜了 下班是别人的 加班是我们后期的 多面小能手就是我们 小鱼明天见 哎 终于下班了 也与生活是没有了 过晚瓢盆都生修了 对擅长的魔术也生修了 当然恋爱就更加生修了 毕竟成人很忙的 谁说绚丽多彩才是青春 忙碌工作未必枯燥无味 为梦想拼尽全力 也是青春最好的底线 空空的颜色就像梦想那么耀眼 你说木多彩的生活啊 一天就通常一周 比如说工作日都是这样吗 整天的这个安排 对各方面的事都会干 嗯 你自己比较热爱哪一方面具体 比如摄像还是后期 还是是智姐还是什么魔术 拍摄和后期魔术的话可能是三四年前的事情 现在都没时间玩了 对 我觉得男嘉宾的工作好忙啊 有一种我要和工作白头偕老的感觉 那你现在工作忙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你还好找对象吗 就是我觉得有很多女孩子在恋爱当中 应该是一个比较偏小公主的 就包括我本人也是 就是我会希望在谈恋爱的时候 对方能够多花一些时间来陪伴我 然后两个人能够就是一起享受甜甜的恋爱 能够两个人一起做一起做一些情侣会做的事情 比如说分享一些比如说情侣水杯啊 群里牙刷啊 或者是一起买两条打折的围巾 一起吃第二件半价 这样一起去 一起去在最好的年龄 然后一起去快乐的生活 我觉得不应该是在追求成功的时候 牺牲掉自己的幸福 而是应该在一边幸福 然后一边成功 这样 因为没有对象所以才会忙 如果有了女朋友 有了另一半之后的话 可能我会更从工作之中 分出一部分时间来给另一半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如果假设我们俩在一起 那你如何去分配你的工作时间 还有你的一个社交时间 还有加上你自己可能也会有自己的 比如说娱乐时间 你的时间是怎么管理的呢 因为我现在看你整个VCR里面 一直都是在很忙 忙就是你的关键词 那你如何做好时间管理呢 比如你要是真的跟六号在一起 我就觉得你应该可以一直忙 然后他会全力支持你 但是如果你要跟一号在一起 他要快乐 要幸福 要一边忙 一边工作 那就牵手到谁要更 就是对家庭的这种 财力支持更多一点 谁去赚钱 对吧 那就是这个问题怎么去分配 就你大概有想过吗 这个问题的话呢 我可能不会去 你说呢 就我可能会把这个工作时间 所有的工作放在工作时间去完成 在下班或者在周末在假期 可能会去安排自己的生活 自己出游或者聚会之类的 我觉得其实除了这个时间安排之外 我就承认这个工作呀 特别需要人理解 其实不只是这个工作 任何职业 你们谈恋爱的时候 不一定要相同 但起码要彼此了解 对方热爱的事情是什么 彼此不会说太陌生于 他从事这件事情 对吧 显然我觉得一号 对于那些葡萄摄影机呀 怎么样置井后期 就完全不感兴趣 有没有稍微感兴趣一点 觉得他这是个很有意思 比如二号接触过直播什么的 你说说 我觉得就应该了解他的热爱 对对 对我觉得很挺正常的 对因为我自己有时候忙起来 也是我其实说实话 我自己忙起来 中午跟晚上有时候都吃不了饭的 对我就比较忙也是有时候 就我比较理解男嘉宾 你谈过恋爱吧 呃 谈过 一段一段 一段 是在什么时候 大一的时候 大一到大四 呃 大一 只有大一 对 就一年 呃半年 还只有半年 嗯 分手的原因是什么呢 呃 一地 我就八卦一下吧 哦 初恋分手之后到现在多久了 大概三年 三年 其实我也是 然后 你俩好配哦 然后就是在三年期间 其实我有遇到过喜欢的人 嗯 然后呃 还是蛮喜欢的 就我可以稍微讲一下 也挺好玩的 就是跟他彼此是 就是不认识嘛 嗯 但是就是还 还是蛮喜欢的 然后我就 就想就是 呃 认识他嘛 就想去了解他 然后就通过 呃 朋友啊什么 要到了他的电话号码 就是 呃 后来就跟他 因为我们是属于那种 在同一个园区上班 只是 呃 不在一家单位 哦 然后后来就 就约他在楼下散步嘛 但是我没有表白 就第一次跟他散步 其实 你也已经很主动了吧 我觉得 就 其实是思考了很久很久很久 真的是很久很久 主动 因为他在园区散步 他肯定也感受到了吧 对吧 那我就不知道了 肯定的 你说一个女孩 其他隔壁单位的 通过同事 要了我的电话 又有散步 我觉得你是我妹妹 就是因为 我觉得就是 因为就 好不容易遇到一个心动的 我觉得我 我就不想轻易错过嘛 是 然后我就主动嘛 就第一次 就是简单的聊了一下 然后后来第二次 我又约他见面 我准备表白了 然后其实我也表白了 我跟他讲 我说 如果 我再不跟你 如果我再不主动一些 你可能就要结婚生子了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什么吗 你们知道他说什么吗 我这个 我已经结婚生子了 是的 真的是这个答案 真的是这个答案 是的 他说他已经结婚生子了 然后就没有 然后 你看着特别年轻 这个人是吧 看着特别年轻 我是很好奇 因为男嘉宾很忙 对吧 然后你又想找到一个女生 陪伴终生后面 那前期总要有一个互相吸引对方的点 然后女生愿意跟你去慢慢地摸索 你的好 然后你也愿意慢慢摸索这个女生的好 那前期这个点必须特点非常大 在现代这个社会 因为诱惑也很多 而且大家不在一个工作空间 然后你又很忙 不怎么能见面 那到我们谈到现在 都不能够看到你身上有一个什么样的特别大的点 可能会吸引到一类女生 然后他们愿意跟你去磨这个时间 你在台上让我的感觉 四号小姐姐的意思就是他现在从头看到脚 也没有看到的 你可以介绍对 你可以介绍到四号小姐姐 你自己有哪些优点或者是 呃我呢对感情是比较认真 然后呃不管是 包括对身边的人也会比较 这个朋友会比较好 然后可能对女生的话 在一个人的时候生活会比较简单一点 然后和另一半在一起之后 可能会更加关注对方的生活 工作爱好 呃各个方面 其实你的意思就是你还是蛮迁就女生的 嗯会有 这样家人对你找女朋友这个事有没有他们的想法 爸爸妈妈呀 呃对 我从可能去年今年过年回家开始就可能会有说 呃是不是该找个对象了 呃对 然后我的话呢可能 可能会觉得在目前这个年龄段 可能相对来说工作的偏重会比较大一点 你自己不是特别着急 呃 着急 但是我不会跟他们讲 你和你父母是怎么样的相处模式 是很好沟通的 还是你比较害怕他们的 还是怎么样的 呃沟通的话属于正常沟通吧 对于感情方面可能 我以前有跟他们讲过可能说别催我这件事情 现在住在一起还是你自己住 呃我自己住 自己住了 对 那你说说未来希望找个什么类型的女生 嗯 或者年龄有要求吗 年龄 左右 都可以 对 嗯 然后 类型的话 可能 这个得看感觉吧 你是什么类型都可以接受吗 呃也不 不是 呃 就基本上啊 就比如说玉戒型的 啊 比较 萝莉的 可爱的 可爱一点的 或者清新一点的 啊 还是喜欢这个类型 对 所以真的世界这么大 什么类型的男生都有 我们需要有一双 发掘爱的眼睛 显然今天现场 三号发掘你发掘的比较好 也不一定也不止三号 对也许有一些女生在内心发现了发掘了 没有表现出来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 表白一下啊 别别 这这一个验证一下 首先有我们的现场六位女生 准备第二轮的打分 各位女生请考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第一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第一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都叫做什么呢 希望可以评价一下我这个人 每个人评价一下你 对 哪方面或者是怎么 有没有要求啊 亮点或者 优点 亮点跟优点有什么区别 没有 我以为你说亮点跟缺优点 所以好 所以就是每个人评价一下 你是听了四号的话 说你看不到你的优点 所以你选了一二三 让他们说出你的优点 接下来你可以跟三位女生 进入男生心愿 那我们就依次请上台吧 好的 那主持有请一号 好 先欢迎一号女生 有请一号 我觉得你在摄影方面 做得非常的厉害 然后我其实本身 也是一个很喜欢拍摄 很喜欢美食的一个人 我觉得这方面有很多 可以向你学习的地方 而且我通过观察你 我发现你身上有很多 值得珍惜的品质 比如说你这个人 我觉得你很善良 然后对 然后我觉得是一个很真诚 并且内心很柔软 很专一的一个人 所以不能再讲 停不下来了 再讲的话 承认就要跟你一起走了 知道吗 好 谢谢 承认你这招还挺高的 我也突然觉得他好高 即使带不走任何一个 也听到了三个人对我告白 你憋了一场不怎么说话 等着这个环节呢 所以我真的好期待二号 来 有请二号 我觉得男嘉宾就是 全场我一直观察到一个细节 他的手一直都是这样的 就比较文雅 对 比较文雅 就是你是23岁对吧 就是对23岁的来说 就是这个年龄段的男孩子来说 其实是挺不成熟的 但是我在你身上看到了成熟的里面 因为我们的年龄可能差不多 然后我觉得在我身边很多 就是23岁左右的男生的话 就比较幼稚 对 然后看到你的那个VCR里面 有那个拍照 我感觉就是 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拍照的 然后也是工作上跟你挺多符合的 然后比较就是对你就是说 怎么说呢 夸着夸着把自己夸心动了 你看 心跳越来越快 好 满意吗 好 谢谢二号 你就 三号 三号应该是前场 一直以来都表现得特别懂 成愿的一位 嘉宾你好 男嘉宾 就是 其实我的观点跟前两位 其实差不多了 就是 你23岁的话 我觉得就是 你拥有这个年纪 不该拥有的稳重 然后 其实有一点 我想夸一下 但是可能听起来有点搞笑 就是 他说他的发际线比较低 然后我是属于那种 发际线特别高的 所以我特别羡慕 因为就是 如果我把刘海撂上去的话 就特别像一颗兽套 从侧面开 真是有点像 对 所以其实 这点蛮好的 然后 就是非常欣赏你对工作的那种 坚持的态度 坚持和努力 因为是你的梦想嘛 然后 就希望你能一直坚持下去 然后就差不多 谢谢 谢谢收藏 开心了吗 开心了 开心了 这个满足 蛮好上面分析一下 这个人表面上看上去 第一眼看上去 特别稚嫩 但几个女孩都夸他老诚实重 还有一个 他有的时候做的一些事情 看起来傻乎乎的 让我们发笑 比如说 我就一直觉得 他在今天 穿着这么厚的羊绒长衫 特别的让人觉得 就是有点搞笑 但是后来我突然意识到 这件衣服其实比他很加分 他使人产生了一种 纯洁 洁净 柔软 温暖的那种感觉 他把整个人的整体质地 带到了这样一个画面当中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叫 着中有巧 我真的还 他的很多优点 值得在生活中 慢慢地发掘和谈谈 所以接下来进入原来不晚 来有请三位女生 这个著名的擦肩而过的环境 快多看一眼 真的 快看 三个女生站这里了 我觉得应该不需要 他们再说什么了吧 他们刚刚说了好多了 接下来承认 就可以在三位女生当中 再确定一下自己的感觉 有没有哪一位 是你特别想在此刻留下来 再说一点什么 表达一下的 当然你可以选择 什么都不说 转身潇洒地离开 稍微考虑一下 做出你的决定 选择其中一个 你觉得想跟它 继续发展的 勇敢表达 给你 有可能会被拒绝 但是呢 有可能你们就幸福牵手 当然如果都不愿意 就可以转身离开 好好考虑一下 五秒钟 什么都不愿意 你稍微考虑一下 做出你的决定 选择其中一个 你觉得想跟它 继续发展的 对 勇敢表达 给你 有可能会被拒绝 但是呢 有可能你们就幸福牵手 当然如果都不愿意 就可以转身离开 好好考虑一下 五秒钟 我选择 三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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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们的一号二号 谢谢 三号到中间 对 接下来给你留一小段时间 告诉他 你选择留下他的理由 对 告白啊 可能在我的很多朋友里面 就能读懂我 或者能 对 虚致可数 所以说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能对我有所了解 然后能看到我的一些东西 其实我觉得相遇很不容易 所以我希望我能好好珍惜 谢谢 我相信三号都听懂了 我听懂了 对 我觉得他讲的这段真的讲得挺好的 他非常珍惜 他生命当中此刻碰到的你 因为能懂他的人 他觉得真的太少了 所以三号你的想法是什么 同样给你五秒钟时间 考虑一下 请 告诉我们你的想法 就是其实我跟男嘉宾有很多点 我能get到 但是其实我们之间有一些问题 就是你刚才 有一个择恶的标准是 年龄在你左右 但其实我比你大好几岁 那不就是幼吗 那幼的有点多 所以你是介意年纪的问题 还是觉得他怕他介意 其实我是介意年纪的问题 是他自己介意 对 姐弟的这种年纪差距太大 对 了解 好 那我们就先谢谢三号 尊重三号的意见 谢谢 谢谢 所以我突然就感慨 这个世界能遇到一个懂我的人 多么不容易啊 是吧 我就祝福你 快点遇到 好 谢谢 羡慕你的发起线 谢谢你来到节目里 谢谢 好 拜拜 掌声欢送 谢谢你 承认 可能在生活中 在朋友圈里 真正能读懂我的人 真的没有多少 然后能在台上 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里面 能说出很多 我可能没有表达出来 没有体现出来的东西 我觉得很难得 现在想想最后对三号的告白 还是不是那么勇敢 还是挺遗憾的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